是你没有最后送别的遗憾都 都变得很柔软 这种感觉真的很打动人 同样是张 一个小医生一个是大医生 小医生呢 治的是人的病 大医生治的是病的人 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 那同样的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医学生 他们的那个情绪 张恰我们对他原来的印象 各方面的基本功都特别的大少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是神外三子里边的 张子 叫张子也对 他的专业很好很棒 老师都都都赞扬他 他对那个夫妻两个的那个沟通当中 我们觉得是他很大的一个缺陷 张子瘤是颅内的一种肿瘤 这是一种神经 对是的 严重吗 程度肯定是严重的 开颅 对是需要开颅的 这么严重 对是的 他说话那么直给 那么硬邦邦那么冰冷 但是你看 刚才他和那个女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其实开始试图就是 打破自己原来的那个认知 或者是说初始之道 甚至你没有最后送别的遗憾 都都变得很柔软 这种感觉真的很打动人 就是说患者也是医生的老师 在这个例子上就是完美的呈现了 因为他刚好打开自己的时候 是面对的这样一个女孩 我觉得更多应该是张主任 他自己平时的一些行为感染到张恰 就是张主任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医生 他对每一个病患都是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格 去聊他们喜欢的话题 所以张恰一直在张主任旁边 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同样是张 一个小医生一个是大医生 小医生呢看的是病 大医生看的是人 小医生呢治的是人的病 大医生治的是病的人 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 小医生更关注的是技术层面 就像张恰 我一诊断这个病 我对了 就是他是在乎一种技术的进步 但大医生呢有阅历 他见过这么多人情的冷暖 他知道应该去关怀别人 所以他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整个这个病人 他的家庭 他的这个整个他的心路历程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才能让他进展到这个大医生的阶段 张主任完全是在弥补张恰的超级短板 对